北京时间4月4日 让我们一起看看关于梅西转会的最新动态 法国媒体对报称 尽管大巴黎跟梅西的续约谈判还没有完全破裂 但续约的可能性已经是越来越小了 根据图片报的消息 巴黎的球员年薪总值达到4.08亿欧元 是欧洲五大联赛球员薪水支出最高的球队 其中姆巴佩梅西和内玛尔森巨头的总薪水就达到了2.1亿欧元 对报从巴黎内部得到的消息是 梅西确实为俱乐部带来了收入 但他们必须要降低全队的工资水平 俱乐部跟梅西谈续约时 明确要求对方降薪25% 在离开巴萨的最后一个赛季 梅西领着全世界最高的1亿欧元年薪 尽管后来他愿意降薪一半跟俱乐部续约 但也没有留下 记者Pedro Morata称 巴萨并没有为梅西开出任何报价 前巴萨高层Jome Lapis也认为 梅西不可能回归巴萨 因为俱乐部在2025-26赛季 将面临着30亿欧元的债务 在上周末主场0-1 暴冷不敌李昂的比赛前 梅西在热身时被主场球迷狂虚 也有法国媒体怒斥 梅西在世界杯夺冠后状态下滑明显 没有展现出足够的欲望 巴黎人报记者Dominikas 而V和Rag认为梅西里队对每个人都是好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